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如此台下的观众也被这一感人 但瞬间打动得纷纷哭得鼻涕横流 9522是安普在14岁时创作的一首歌剧 当时他曾将这首歌投稿给一家汽车广告公司 但遗憾地被退回 然而这首歌最终被收录在他的专辑9522中 并且完成这首歌的过程中 得到了好友张军宁的鼓励 安普表示他希望这首歌能够 引起正在青春期的听众的共鸣 这首歌的歌词表达细腻而深刻 非常适合年轻成长中的听众欣赏 此外安普还入围了本届 金举奖的最佳年度歌曲奖 并且曾凭借歌曲《玫瑰色的你》 获得第24届金举奖的最佳作词人奖 安普凭借着他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感人的演唱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他的音乐作品也在年轻听众中广泛传唱 成为青春期的代表之一 未来我们可以期待更多优秀作品的诞生 以及安普在音乐界的更多亮眼表现 喜欢我的报道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加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期再见